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 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六种富贵口 你有哪一种 鼻子和嘴是五官的一部分 不仅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容貌 而且从其形状大小上来看 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按照古代面相学的说法来讲 这两个部位对人的命运 以及性格都有很大影响 俗话难看鼻子女看嘴 一生富贵少是非 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那如何从面相鼻子和嘴巴 看一个人的命运吉凶呢 什么样的嘴巴富贵多金 什么样的鼻子财运亨通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什么口型富贵绵绵 一樱桃口 樱桃口主要是指嘴型尖小饱满 双唇红润亮泽 牙齿像石榴一样 饱满紧凑 这类人往往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 善于从不同的领域获取知识 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也正因为如此 会成为自己从事领域中的佼佼者 得到同行们的认可和羡慕 此外这种朋友往往也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 去解决一些大家棘手的问题 因而人缘运很好 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二龙口 面相中的龙口指的是双唇宽长肩厚 嘴角润则略上相翘 有这种嘴型的人是权势之人 在年轻时就已经显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 善于统配和管理 到了中年时期 这种能力会随着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 而更加明显 因此到中年之后 发迹的可能性最高 容易登上领导的岗位 因此权势名声也会随之到来 三 养月口 养月口的特征是口如 养月上弯 齿白唇红 生有养月口的人 人缘都是比较好的 因为口掌管语言和实录 而语言交流是社交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 善于表达 言辞可以促进和社交朋友的关系 而拥有养月口的人 生性乐观豁达 聪明好学 能言善道 喜欢交友 为人讲义气 因此人缘事业都很好 而且一旦遇到贵人 就能尽显其风采 发达富贵 成为显贵人物 福禄也就自在其中了 四 四字口 四字口又名方口 其特征为上下四方有棱 口角两齐 唇如抹珠 笑不露齿 生有四字口的人 聪明博学 委居高官 诸事顺利 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辛勤努力 得到他人的认可 这样的人一般很容易在自身所处的环境 从事的领域中 获得不小的成绩 并且凭借着自己的聪明与才智 辛勤努力 哪怕是白手起家 也能在短的时间 以娇人的业绩 得到他人的认可 五 牛口 牛口的特征是双唇特别丰厚 口型大 舌长齿白 生有四字口的人 聪明博学 委居高官 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及辛勤努力 得到他人的认可 一般很容易在自身所处的环境 从事的领域中 获得不小的成绩 这样的人一般家庭环境不错 容易得到家人的帮助和支持 因此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六 弯弓口 弯弓口的特征为 口型四弯弓向上 口唇丰厚 红润色艳 主其神情气爽 志向远大 目标明确 有这种嘴型的人 在生活和工作中 始终以一种积极年轻的心态 来面对一切 乐于开拓进去 对于这种人而言 一般到了中年时期 是自身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段 假如能够把握机会 大干一场 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二 什么鼻型最好命 一 悬胆鼻 所谓的悬胆鼻指的是 山根部位长得较为纤细 而鼻头长得却非常丰满圆润 鼻翼长得也比较饱满 如猪胆倒悬一般 长有这种鼻象的人 大多个性非常的要强 虽然出身不是非常富裕 但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往往能够白手起家 属于先贫后腹的类型 而且聚才能力非常强 一旦发家付得比较长久 很难再穷下来 二 蒜头鼻 所谓的蒜头鼻指的是 鼻型长得较短 山根部位长得稍低 不过鼻头很大 鼻翼也比较饱满 整个鼻子长得就像蒜头一样 这种鼻子虽然不好看 但是却能给人带来富贵 长有这种鼻香的人 一般财库非常的丰隆 财路也会越走越宽 身边容易出现发财的机遇 财运极旺 而且这种人 做事也比较坚持 只要认准一个目标 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 聚才能力特别强 一生非富即贵 三 伏西鼻 所谓的伏西鼻指的是 鼻型长得如犀牛角一样 整个鼻子长得较高 但没什么肉 整个鼻子长得很有立体感 长有这种鼻香的人 一般很有想法和追求 注重精神层次的享受提高 而精神生活的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 又取决于物质水平 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层次需求 在事业和金钱方面的野心比较大 做事非常的努力 很有目标感 而且做事坚持 财运非常的好 创造财富的能力特别强 四 鹰勾鼻 在面相学中 鹰勾鼻又是阴险狡诈的代名词 像书中有云 鼻如鹰晦 着人心肺 长有鹰勾鼻的人 大多内心非常的自私薄情 而且特别多奸诈 喜欢算计 这种人往往将物质和金钱 看得非常重 为了利益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种人大多意志力坚韧 忍耐力极强 会为了自己的目标 而不断奋斗 做事坚持 有始有终 虽不能大富 但小日子 过得也是越来越如意 五 狐羊鼻 所谓的狐羊鼻指的是鼻梁高 鼻头圆大 但是鼻翼却比较窄 这种鼻香的人 大多观察力非常的强 头脑反应灵敏 对于商机 天生就有着一种非常强的嗅觉 特别的适合做生意 很有商业方面的头脑和才华 不过这种人大多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富足 所以年轻的时候 家里能够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也不多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 比较的辛苦 不过中年以后 随着阅历和人脉的增加 事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积累财富的速度也会增快 晚年时过上富贵而安逸的日子 让人羡慕不已 六 龙鼻 鼻子山根高耸透天 鼻子圆龙不露鼻孔 势如玄瞻 不斜不偏 剑台庭位分明有收 左右法令文清晰分明 人中 中正而分明者为龙鼻 长有龙鼻的人 聪明智慧有文凭 多才多能 财富万贯 如若其他向里部位俱佳 则官运亨通 职权事业一帆风顺 一生贵人多住 妻子贤惠美丽 子孙满堂 一生享尽荣华富贵 七 鹿鼻 山根年寿略平 鼻子准头有肉圆满 色泽明亮 鼻准较高 但不尖 金角有收 不露鼻孔 此鼻子向里的人 仁慈讲义己 重感情 富有而守财 贵而不贪 男人多妻 贤子孝 女人嫁阳夫 若其他部位 相里聚佳者 一生到老大吉昌 长寿 八 结筒鼻 鼻子直如结筒 整个鼻子有势 山根平阔 年寿鼻准 风龙饱满 鼻翼宽厚有肉 鼻孔圆不露孔 金角有收 鼻子从侧面看 鼻子整齐有势 此相个性善良 为人忠信 善于投资理财 会赚钱 并能积累财富 是一个享受富贵人生的相礼 九 狮子鼻 山根较低 鼻子脊梁较细 鼻子或长或短 但鼻子准头特大 年寿略平或成公状 鼻子不露鼻孔 但是鼻翼特别的大 鼻子长而年寿略平者 称为草狮鼻 主文贵 亦从正 鼻子短而年寿 成弯弓突起者 为石狮鼻 如五贵 亦从君 狮子鼻者 若身体形态成狮子状 大富大贵 若配其他形体者 富和贵 皆不长久 说完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感到很惊讶呢 原来口相和鼻相 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貌似看着区别不大的嘴唇和鼻子 其实命运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过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面相还是需要进行综合分析 比如有的人嘴巴鼻子长得不是很好 但是其他的地方长得很有福相 那就不能说这个人是没有福气之人哦 不能以偏概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